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采访报道 赖清德胜选 专家 台湾成功转型 中共献困局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3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 中共一边对向台湾道贺的国家表达不满 一边让军方释出不明时间地点的海上演练视频 和士兵近身肉搏拼刺刀的照片 专家指中共只是做假动作 有分析认为 中共未来在军事、外交、经济上对台的打压难奏效 中共国内问题多多 越是折腾越是失败 多国贺外清德胜选 中共外交部跳脚斥责被取笑 中共在台湾大选前开足马力 试图打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屡次指控赖清德为台独 并威胁说 台湾民众在这次选举中的选择 等于再做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结果台湾选民用投票明确表达出对中国恫吓的反抗 赖清德胜选后 各国媒体纷纷把拒绝中共北京或习近平受到打击等关键词写在标题上 与此同时 包括美、英、加、日等与台湾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多位部长和政界人士向赖和民进党发来贺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发布声明 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示了其健全民主制度和选举进程的力量 周日 美国在台协会发布新闻稿表示 美国政府遵循先例 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后 邀请资深前官员以私人身份访问台湾 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目前已抵达台北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随行 中共外交部及其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则对向台湾表示祝贺的多国发出谴责 称对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声明提出严正交涉 14日 正在埃及访问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也声称谁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等 与美学者吴作来1月15日对大纪元表示 这是中共的习惯动作 只要习近平没有制止 外交部就按照以前的规则来 谁在台湾问题上让中共不高兴 中共就发表声明谴责一下 这是习惯动作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认为实际上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习近平不派强硬角色王毅访美 敢用温和一点的中联部长刘建超 还说一番好话 说明希望重建国际关系 但西方社会会怎样对待是另一回事 可能是因为中共火箭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根本行不成战斗力 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打不下来 台湾这次大选对中共是一个打击 它通过武力威胁通过统战都完不成 只能实现一个战略改变 重新要欺骗国际社会 中共军方发军研究视频和肉搏照 分析只是技穷假动作 台湾大选结果出炉后 中共央广军事1月14日下午 在官方微博发布一段视频 并称东部战区某护卫舰支队 多艘舰艇近日组成编队 前往东海某处海域 展开实战化 跨区海上演练 视频显示 几艘舰艇向空中发射多枚炮弹 但演练时间地点不明 但台湾国防部当天晚间发布新闻稿称 台军对台海周边海空域状况严密监控 目前并无异常 另外 对台作战主力的东部战区 14日在新浪微博账号发帖 直击东部战区练兵备战现场 并上载多张空军士兵近身肉搏拼刺刀的训练图片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 1月15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军方是做假动作 这个军演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 是就片子 台湾这边也没有发现这边有军演 这说明中共自己都拿不定主意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介入台湾选举 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收获的都是反作用 中共自己的恶行才促成了台湾大选的结果 陈破空进一步指出 2024年的台湾大选 相比过往 中共介入更深 除了军事动作 发射卫星 飞过台湾上空 中共还公开出手 邀请国民党副主席到中国访问 还试图推动南白河 甚至本来是亲中的商人郭台铭出来参选 后来中共还逼郭台铭退选 不退的话就查他公司的税 陈破空认为 中共历来戒选都是反作用 却还坚持这样做的真正原因 是要在国内做宣传 因为习近平要终身执政 他在党内对其他派系有一个承诺 就是要拿下台湾 他很焦急 要加快动作 这次叫王沪宁亲自策划对台湾的戒选 但王沪宁既不懂处理中美关系 也不懂处理对台湾的关系 主要是在国内做宣传 陈破空认为 习近平 王沪宁遭遇重挫后 现在只能用军事手段威胁 但是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办法 中共此前吹风声称赖清德当选将面临战争 接下来会不会真的开战呢 陈破空认为 中共领导人是权力斗争高手 但内政外交一塌糊涂 习近平有可能做出疯狂之举 但是无济于事 习近平靠着王沪宁蔡奇这哼哈二将 搞不出名堂来 越是折腾越是失败 最后是用一条绳子紧紧捆住自己 被国际联盟进一步收紧 陈破空进一步解释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 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彻底击败 中共还是不敢打 恐怕最终就是在国内折腾新文革 折腾中国人 包括中共高官 内斗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本事 专家台湾成功转型 中共反线困局 赖清德当选之后 如何应对两岸的经贸僵局 备受外界关注 赖清德在胜选当晚发表感言表示 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围堵 对话取代对抗 自信地与中国展开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达到和平共融目标 陈破空表示 中共用经济手段来操弄两岸关系 在蔡英文时代已失败了 因为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成功了 台湾的外贸 在蔡英文时代增长了70% 但是对中国大陆的部分 降到了历史低点 原来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最大 现在台湾的贸易转向印度 转向了东南亚 也转向了美国 欧洲和其他国家 说明台湾成功转型 而中共的经济手段已经失效 另外 中共用陆克来打压台湾 但是台湾的游客不减反增 陆克减少了 其他国家的游客却增加了 台湾和美国的各项指标 也是历史性的一些突破 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等很多方面 中共都被取代了 陈破空认为 在赖青的上任后 中共继续用经贸手段打压 台湾并不在意 反而中共打开国门不要签证 求外资外商进去 但人家都不去 中共完全丧失了国际信誉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